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兴 对,因为首先一开始是通过剧本了解到这个项目嘛 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扎实,这个剧本非常的扎实 然后还是有一点怕的原因是不知道这个题材能拍能播嘛 然后直到见到导演以后,导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然后开始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作品 然后就开始跟导演接触,以及导演给了我一个T的资料 让我去观察所有的纪录片,以及里面的电影的reference 让我知道原来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产业 那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电影作品 其实潘生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一直在挨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当然很惨,但是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执拗,或者说他的固执 他对于他底层,他的心理的那个棱角,来源于向阳而生的这个概念 比方说从一开始过去,什么搞诈骗,我不做 到后面就是没办法被打屈服了 然后再到第三个阶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 但是到那边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开始想得到了自我实现 他在想要不就那就干 然后最后再回归到他跟上的东西 就是那股对于正义的执着与倔强 还是想逃出去 就是他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直到最后那个尽头 一缕阳光照射入潘生的眼 潘生把眼睛打开,看着这个阳光 到他看到安娜,安然无恙 他觉得太开心了 因为在他心里,他就笑得跟花一样 在他心里,正义永存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他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的导演 他胸有重重 他非常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 在每一场戏的时候 因为他的缘故 每一场戏都安排得非常明白 而演员在现场的心心之点 他也在保护的过程中尽量的去尝试 给予演员表演的空间 所以才会能够有各种各样优秀的角色 在这个电影里面得到瞩目 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表演上的很多的人物设计 道具的使用 以及对于每一场他所理解的这个路径里的 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然后跟陈姐 不是,跟那个金城老师 一起打起 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的节奏 然后 从他们身上都学到了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专业专注 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满意的东西 你懂吗?天平座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对 我觉得都能更好 只是说在当下那个阶段我已经经历了 当然我接受所有的批评 跟各位演员老师都需要学习 我会带着这种心态 以及这个 自己的不足够 不断的让自己去进修 跟改善 你说以前有我给自己打了个分 一说好戏打68分嘛 这次打分打69分嘛 就长进了一点点 如果你们没有让你们出戏 感觉有什么不适感的话 那可能就69分了 反正我觉得 网友所有的评价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 穿在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地方会看到 但没有去刻意的去看大家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太多的不够 太多的不足 需要去填充 跟补充 所以 反正还是一个自我的认知吧 千万也不要觉得 不管是这个最后的 是个什么样的成绩 我觉得就自己 不要飘一些 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两个行道 音乐的表达更多是表达自我 电影 电视剧的表达更多是不能有自我 完全不同的两个行道 我觉得我在做的现在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专注当下每一个行道 我在尊重每一个行道 然后专注做这些些事 比方说我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不会做别的事 我就认认真拍电影 如果我在做音乐的时候 我也会认真做音乐 我只希望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 我会focus在演唱会 然后给他们带来 真正的试听盛宴 然后在拍摄电影的时候 能够完成好这个作品 因为对我来说演唱会 这是梦的起点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歌手 我觉得演唱会的亮点就是 我和贝壳的约定 我和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叫贝壳 我和贝壳的约定 我们说过 未来无限大 我们一起走 我也想告诉他们 其实 我跟他们真的是 像他们说的一样 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因为我特别感谢他们给我那么大的爱 其实我有 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那 我也不知道我能否完成 但是我觉得我在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想要达到的地方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叫做 无远复见 也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 道足且长 行则将之 行而不错 未来客气 可以说一下这个梦想是什么吗 我觉得保留在我自己心里吧 我们一步步看 一步步走 好